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视频 8号的晚上深圳地铁因为紧急停车 三名乘客落入了轨道 虽然事发深圳 不少南京的市民就问了 南京的地铁有没有可能发生类似的情况呢 南京地铁运营公司表示 南京市民无法擅自打开车门 所以不会发生乘客跌入隧道的事件 今天的生活放大镜 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的测试 今天南京地铁运营公司介绍 南京地铁列车与深圳地铁一样 在每个车厢门旁边都有一个紧急开门装置 这个装置平时有塑料片覆盖 遇到紧急情况 乘客就可以拉掉塑料片 打开紧急制动开门装置 不过南京地铁表示 如果列车在隧道内紧急制动停车 南京地铁列车的车门 最多只会露出一个很小的缝隙 不会真正打开开门 就是在运行途中 无论停车情况 无论什么情况 这个没有得到司机的授权 可是你的车门 就是通过这个紧急解锁 门是打不开的 打不开的 那我们做个演示看 我们刚刚看到 它反而也冒了这样一个缝隙 对 冒了缝隙的话 因为车门关闭过程中 它是通过自动器的 完了定计的力通过自动器 完了改车门 它自动器本身一个力和间隙 你如果说巴力的话 它是你用的力越大 它的定计的反中用力 关门力越大 那么乘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能自己打开车门呢 我们请列车司机在车头 按下允许开门按钮 启动的允许开门按钮 以后乘客 才能通过紧急解锁 这个面板 这个步道这个开关 打开车门 这个时刻才能打开 那我们也试一下 好的 南京地铁公司表示 他们不允许乘客擅自打开车门 而是有限度的允许乘客自行开门 就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乘客安全 这个力车发生这个有人纵火 那么为了要及时逃生 那也可以这个乘客在停车的情况下 他应该可以把它打开 但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中 我们建议乘客不要动这个紧急解锁按钮 地铁公司表示 广大乘客在列车发生突发状况时 最好不要立即使用紧急制动装置 而是应该马上通过列车上的对讲装置 与列车司机联系 同样各个地铁站台 也有紧急停车按钮 乘客最好让站台保安来使用 尽量不要自行开启 相信看了地铁方面的这个答案 南京的市民可以松一口气了 当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 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帮您解答 欢迎您通过天天视频会的微博微信来告诉我们 让生活放大镜帮您探寻